诗篇第一篇 感谢主我们要进入诗篇了 诗篇它拥有一般的诗歌的特质 就是美以及情感的抒发 诗篇充满了情感与美感 所以诗篇虽然充满了道理 充满了真理 但它不是讲道理的文体 主要是向神抒发情感 倾心图意 对神毫无隐藏 这样的真诚 胜过对任何知心好友的倾途 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及爱 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是用灵以及真来敬拜神 诗篇是人与神之间信心与爱的交流 它在圣经的正中间 是圣经的心脏 代表了神人之间心的交流 是深得喜爱最贴心的书觉 诗篇也是祷告的范本 不太晓得如何祷告的人都可以仿效诗篇 来与神相交 诗篇有一半是大卫王写的 他也是圣经中最早开始用诗歌音乐来敬拜神的 他还亲自组织敬拜团 任命敬拜团 轮班敬拜 大卫王是一个真的敬拜者 是神真正的知心好友 诗篇最早的一篇可能是摩西的诗篇九诗篇 写于3400年前 较晚近的诗篇也在犹太人亡国之后放逐的期间 大概是在2600年前 诗篇收集了横跨800年的诗歌 表达了各个情境的心境 诗篇除了是祷告敬拜爱的交流 也是传颂神的作为 传颂以色列的历史 以及祖先遗训的绝佳管道 先祖的美好信仰就借着诗歌传承 世世代代不断 乃至于在万邦之间 诗篇成了最好的教育媒介 现在先诵读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曼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我们在前面就看到 这是人 他有可能落入罪恶里面的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从恶人的计谋 第二个呢 是站在罪人的道路 第三个是做泄曼人的座位 所以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做这样子的一个道德规劝 也警告人 小心这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看起来 好像这是一个 简单的再重复一个概念 但是呢 也有人说 其实这是人们犯罪的三个阶段 一个比一个要更加的严重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 我们有些人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并不知道世间的险恶 但是呢 受困于这个同财的压力 所以他妥协了 以至于呢 跟从了恶人的计谋 而不知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随波逐流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不屈从妥协 同财压力 站立的稳 这是行善的第一步 第二个呢 就是不占罪人的道路 那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人的道路 就是他们惯行的这些途径 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些途径呢 我们就不要站在上面 那站在上面 不知不觉呢 就会投入其中 陷入试探越陷越深 不做卸曼人的座位 所以前面是跟从 第二个呢 是站立 最后呢 就直接坐下来了 所以好像是安定于 罪恶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 骄傲的一种心态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是 三个犯罪的阶段 接下来呢 就诗人会告诉 就告诉我们说 应该是要怎么样行呢 不仅是不要去行恶 更重要的就是该怎么做 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就能够成为有福 你希望你2020年全年都是蒙福的吗 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 只要做一件事情 很简单 就是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要有有福的人生 就是要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我们对神的话语 要有两个态度 一个是为喜爱 一个是昼夜思想 为喜爱就是单单喜爱神的话语 我们不只要有这种纪律 要来读神的话语 而且呢 要喜爱神的话语 不仅要喜爱神的话语 而且是为喜爱 单单喜爱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最大的热情 甚至唯一的热情 而且呢 因着这样子的热情 我们昼夜思想 当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昼夜思想 让爱神 让爱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 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心意更新 而生命转化了 当我们生命转化了 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那另外呢 就是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 是我们最喜欢诵读的一段 在第一篇里面 非常的美 当我们这样子喜爱神的律法 昼夜思想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福分呢 这地方给了我们一个图画 这样有福的图画 就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所以若是一个人 思想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 他非常的幸福的 像一个树在溪水旁边 树在溪水旁边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他不断的得到 这个水的供应 事实上就是生命的泉源 因此呢 他充满了生命 就不断的能够解果子 叶子不枯干 十分的兴旺 这象征着 他的人生 是非常昌盛的 而且是顺利的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 动人的一个图画 也是我们 盼望的 那 今天在诗篇第一篇里面 圣灵 有向你说什么样的话吗 你是否能够来遵行这其中的话语呢 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 警戒我们要远离一切的恶 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充满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我们就十分的有福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把这样子宝贵的诗篇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不仅思想得到更新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灵 都是大大的被建造蒙福 愿你的话语吸引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与诗篇 心里面深深的共鸣 说出 表达出我们最深的敬拜 以及最深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